后面这是年糕兴趣饭 这个水里面还有芝萝酸菌的味道 然后这个是面条给他煮了 怎么这么忙啊 最一定会放进去吗 然后这个是明膏 大概煮两分钟把它煮熟就好了 然后呢借一杯水放进去 把刚才的年糕重新加在里边 这个我买的是芝士年糕 所以它里边是有芝士的 就是我对芝士的东西 简直就是没有什么抵抗力 它已经开始有那种丝了 好 接着呢 这是小香肠 这个小香肠其实也是熟的 它是黑胡椒味的 把它放进去 它倒了一点点水 就是因为它不容易粘锅这样 把它倒进去 再加上这个炒年糕酱 这样子差不多是炒半分钟左右 就是已经有点部队锅的感觉了 哇 看一下看一下 是不是还有这个食欲 然后这个面条放进去 然后这个面条放进去 然后这个面条里边的酱 然后是这个 这个 这个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哇这个是 这边来了 它滚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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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基本上就这么大块 这是看完是不是我做的感觉好像没有图片好看但是应该是还可以的你看知识跟面条再次就是绝对吧 哇 这个就是今日份做的部队芝士锅 天呐 真的好吃 甜甜的 我以为会很辣 真的很甜 嗯 嗯 哇 挺好吃的 下次有好吃的再分享给大家小红收 不错了 很多都看了 我都看了 就看了 我现在大个人 丰隶 感谢观看